第118集 见桑崇处在气头上也听不进去什么劝 桑琪便失去地暂时不说话了 他以为看着架势 大伯很可能马上就要进宫跟皇帝拼命 正愁待会儿该怎么拦着 却不料桑崇骂完之后竟话锋一转 到了去 阿琪 你快收拾东西 我们回齐城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他正了半声 脱口而出问了句 大伯宁不打算进宫了吗 进宫 桑崇冷着一张脸说道 当然要进 不能让二弟死后还要受人侮辱 等我们拿回你父亲的尸身 就回老家去安葬 原来是回去给父亲下葬 桑崇叹了一口气 说着 那没什么东西可收拾的 我随时都可以走 不 要收拾 把洛京的房器 田产 铺面 都便卖掉 我们回去之后 就再也不回来了 桑崇见他理解错了 沉生强调道 桑崇愕然地眨了眨眼睛 端得叫一个不解 为何 桑崇脸色很不好 却只是谋色阴质地 叫桑崎和傅先生赶快去办 自己则稍事休息 打算明日一早就进宫 并未多做解释 桑崎一边同傅先生往外走 一边不安地搅着衣袖 忍不住问 傅先生 大伯为何要回齐仓 你们来的路上 你可以与他说了计划 傅先生沉吟半上 坦言道 其实这是傅某同他商议的 眼下 桑家确实到了该攻城身退的时候 攻城身退 桑崎哭笑不得 父亲蒙冤而死 难道当务之急 不是为他喜情冤屈 查出真相 所谓攻城身退 从何谈起 父母人以为 大司马原本也早有此意 只是晚了一步 没来得及 傅先生说完这句话 见桑崎还是一脸迷茫不解的神情 便知他当真对此一无所知 才叹了一声 耐心解释道 大约半个月前吧 桑公来找够我一次 向我暗示了 要回齐仓去的意思 那时他没有直言 大概是说 骆军恐怕是快要变天了 这次他不想参与其中 只想回齐仗 安守顾礼 保全家人 并且他也为此做了一系列安排 难道你一直没有留意 大司马原本在骆军的兵力 已经暗中调赌 眼下只剩下不到半数了吗 桑崎文言面色一红 感到惭愧 最近他一直在纠结自己和燕云芝的事 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些 不过仔细想想 傅先生所言如果是真的 到真与父亲不想让他嫁给燕云芝这件事 在动机上如出一辙 于是他哑然良久才摇摇头低声道 我还是觉得不敢相信 洛京要变天的预兆 他也能看得出来 宋家狼子野心 路人皆知 并另有一股暗潮在背后推波助澜 回到洛京的这一年 虽然看似一切太平 可实际上却时刻身处全力的漩涡之中 这种感觉他也有体会 可是面对这一切 父亲居然不积极筹备应对 而是准备自保其身 这个不符合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的了解 说父亲就是背后主谋 他定然不信 说父亲准备坐山观虎斗 他亦是不信 桑家会为大燕王朝保驾护航 这是历代先辈贯彻多年的信条 满门中烈 世代名将的名声 绝不是虚言 父亲又怎么可能背弃列祖列宗 懦弱地选择明哲保身 也许 父亲是有什么特殊安排 我们只是未能亏得其中深意 桑家沉思半赏后 如实分析道 父母也不得而知 但与你大伯商议了一下后 至少在退守齐昌这一点上 他和桑公是观念一致的 父母以为是不是他们一早就通过气了呢 父先生叹了一句 桑七摇了摇头 这会儿才懊恼地发现 自己除了知道父亲对自己和燕云芝的婚事 百般阻挠这一点 对父亲最近在忙什么一无所知 也许争执之中 他曾经提及过要回齐昌的意思 可桑七正在气头上没听进去 他头疼地暗了暗太阳穴 父先生见状宽慰他道 你也别想太多 也许桑公是怕你担心才没与你说 这一点倒是 父亲是个打定了主意就不会改变的人 确实不用同他商量 只要到时候命令他走就是了 桑七苦笑一声 表示自己明白父亲的行事作风 一路走到大门口 父先生表示 明天会跟管家一起结算桑公的账目 让桑七先好生休息 无需操心这些 桑七微微汗手 道过泄后目送他离开 回身往自己的房间里走 琢磨着眼下该如何是好 他是不操心账目 他操心的是 怎么才能打消大伯要回齐昌的念头 这一夜他彻夜未眠 努力回忆着近一个多月来父亲的一言一行 希望从中窥探到 关于他到底做了如何安排的蛛丝马迹 第二天一早 早朝时间还没到 桑重便带着三百惊奇来到皇宫门口 以逼宫之事 迫使皇帝交出桑微的遗体 他领回尸身后 将其安置在了府上准备好的灵堂里 却下令封门 不接受人们前来调研 只让手下人尽快准备回迁事宜 皇室那边 因为对大司马谋逆的罪名迟迟没有定论 又忌惮着桑重的脾气 只好乖乖放人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桑重前脚刚走 朝堂上关于是否要给桑微定罪 还在争论不休 后脚就传来边关急报 信封用眨眼的赤红 表示着势态的紧急性 皇帝赶忙让内侍拆开快报 灯时傻了眼 西昭人不顾停战协议 又打了过来 从边关快马加鞭急报朝廷 大概要走上十天 恰指一算 十天前战火就已经燃起 还不知道这十天中演化成了什么状态 然而曾经安邦定国 只需虎制三军之前 跺上一脚 就能让敌人抖上三抖的那个大司马桑微 已经不在了 皇帝这才沉痛地意识到 自己掉进了一个处心积虑 精细编织的大阴谋里 可再去找真永寿为时已晚 京畿太守真永康早上没到衙门 在家养病的真永寿也不见踪影 真家就像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似的 彻底从洛京消失了 据前去的人回报说 看样子好像是趁着前两日 桑重一行人还没有到的时候 就金蝉脱鞘 举家逃跑了 连家当都没带 皇帝不敢相信 恶然问了一句 怎么走的 难道这么多男女老少出城 守城都卫兵都没觉得稀巧 这 羽林军尴尬道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他们是没带家当走 但是带走了大司马的兵符 皇帝眼前一黑 只想赶紧晕过去算了 说不定还能赶上桑维 往地府去的脚步 哭着喊着把他给拖回来 承认自己的错误 然而此举明显不可行 边关告急 大司马之位又在这时玄缺 兵符还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 皇帝死死掐住龙椅的扶手 告诉自己不能晕 现在绝对不能晕 群臣也面色焦急 有人提议 要不让桑统 顶上了弟弟的位置 皇帝嘴角一抽 摇了摇头 桑统本就是个 不会好好说话的暴脾气 发生了此等乌龙之事 刚才进宫的时候没揍自己一顿 就已经是给了十足的面子了 自从他断了一条腿 不能在骑马提枪之后 性格也变得十分古怪 谁也不敢再跟他提战场 将军这种字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